我们常在电影当中 看到很多匪题片或间谍片 看起来都很刺激 但真实事例当中 他们的间谍又是如何来做活动呢 很多电影的内容取材 来自于真实故事 好比说史上最强的间谍 真的发生过在二次大战 而且差点改变整个战争的历史 来 王方大哥帮我们讲一下 一刀苦肉记怎么做的 其实特务 第一个就是反应要快 要聪明 至少要高 据说有的外国MI5 就是英国他们训练特务 怎么训练你知道吗 比如说突然因为北方有一些燕子 燕子飞过去 然后他就训练特务说 你看 给你看天上有几只燕子 然后只能一秒钟 看一秒钟 你要立刻数出来那几只燕子 就是你眼明手快 而且你记忆力要好 好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双面间谍 非常厉害 他名字就是图板上面这一位 右边的这一位叫普悠 普悠他是 怎么看咱们有点像普丁啊 对对对 可能都姓普吧 普家的人吧 普丁也真奇怪 有人说他出现在一次二次大战都出现过 对对对 普悠他这个人特别地方来说 我刚刚说了他非常聪明 可是呢他是西班牙人 那纳粹德国呢就早眼于他的国籍 他是西班牙人 绝对不会被英国人怀疑 那他就被纳粹吸收之后 然后呢把他送到英国去 他就在英国那边潜伏 可是呢不小心被MI5发现 发现之后就威胁利诱 你当我们的双面间谍 你帮我们做工作 可是呢你实际上还是假装帮纳粹德国做情报 好那他就真的这么干了 他这么干以后啊 这个德国非常信任他 那他也提供了一些 所谓的真情报给德国 德国呢就颁发他一枚铁石字勋章 认为他这个非常干练 那最后呢 德国就希望他能够了解一下盟军啊 可能在法国的什么地点登陆 那他呢就讲了一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 那德国纳粹呢 尤其是参谋本部 这个希特勒就相信了 那他呢就这个 其实呢是在洛曼地登陆 那可是呢他骗了一个地方 那这个造成了德国大败 那这过程当中啊 说老实话 他的太太就是左边的这一位啊 曾经一度啊 因为他过不惯这个英国的生活 因为他西班牙人嘛 他喜欢吃海鲜 那英国呢 他的这个食物非常单调 而且天气太湿了 太湿 而且每天都是起雾的这个天气 他受不了 他就威胁这个MI5 说你一定要给我们加薪水 如果不加的话 我就要把我老公这个身份曝光 让你们这个工作不能做 那所以这个老婆可能 可能跟他一搭一搭 就是说我要加薪 那所以呢 这个普悠啊到后来薪水也很高 那这个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说 骗德国啊 就是那个诺曼地登陆 那诺曼地登陆就是这个希特勒 准备错了地方 他把一些重炮的部队啊 坦克部队啊都挪到别的地方去 那盟军结果是在诺曼地登陆 要不然盟军死伤会更惨重 对不对 通常电影当中的双命迪下传都很惨 他后来还好吗 有善终吗 他后来不错啊 还不错 对啊对啊 不过说到电影啊 李安的设计 其实这部国人就比较有印象了 据说也是真人真事的老大 他当然说稍微有一点修改 但是就是说整个在总统局就说 一个就说郑平如了 他这个19岁加入 3年后去西征 那的确当时对当时就说 整个汪伪政权的一个头号杀手 杀人不眨眼就丁墨春嘛 那他能去做这个丁墨春的这个情报工作 那结果但是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假如是一堆了解的话 他19岁加入总统 他就去做 他应该是受训是不够的 应该受训不够 所以这个牺牲的话是应该 而且都很年轻 被处决说才22岁 对他被处决是非常年轻 而且这个人就是他本身就说 他本身的就是说 整个爱国意识还什么都是蛮强的 那丁墨春那是 那我是觉得 当时谁派他去弄丁墨春 他旁边有没有 有没有别人跟着保护还是干什么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资料 情报有一个特色 公开很多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三分真七分虚 那也是情报的功能 也是一部分 就整个一个 你就像刚刚王峰讲的那个 我可以讲那个间谍 现在还有一个更深的 在研究一个情报 当时德国他们是 知道要洛曼帝登陆 可能知道会打败 那打败以后他要保持一些力量 所以不把部队往 变另外一个说法 不往部队往洛曼帝走 不往那边走 他可以保持一个元气 不要说那个时候 因为当时打 就是美英还是会胜利 可是你会死伤更惨 是 那现在为什么有些这个事情 就会慢慢透露出来 你像这两年来 这两年来在大陆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情报的故事 做间谍的 他如果没有中心思想够坚定的话 精神会分裂 因为他觉得不知道到底是中共还是国民党 对整个中华民族是有利的 他如果不够信念坚定的话 他真的会无法 这个精神会出现戳乱 像是像影星啊 据说当年他算是一个让很多英雄都败倒的情况之下 他自己后来轮身为了精神病患 其实那个时候戴笠啊 他不愧是军统的这个副局长 那副局长当家 那这个戴笠他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化妆翼龙素非常行 他自己经常化妆成一个老太太 一个挑担的一个老太太 那其实他还有一个绝活 就是会培养一些漂亮的女特务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像影星 这个像影星就图片当中 其实这个真人据说比这个照片还要长得妖艳 那这个像影星啊 戴笠给他一个任务 就是说当时北方啊 华北有一个汉奸英儒庚 英儒庚他要成立傀儡政权 那军统戴笠就给他一个任务 像影星你去刺杀他 你去刺杀他用毒杀的方式 你用这个用枪啊或者用刀 可能不方便就用毒杀他的方式 像影星啊试了很多种方法 可是呢都没有试成功 最后他发现啊 这个英儒庚啊 他喜欢宵夜的时候吃面 宵夜的时候吃面 那他就有一天趁这个厨师做好面端过来的时候 趁人不注意就下了毒 可是他运气非常不好 这个时候来了电话 来了电话 日本人打来了电话 就说现在有急事 你赶快过来一下 那碗面就凉了 面不该吃 面凉了 面凉了之后呢 过一会他又回来了 面具热一下吧 那他又趁那个乱又下了毒 可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是那个厨师啊 那个厨师啊自己偷吃了一口 偷吃了一口自己毒死了 那英儒庚就发现 那这个像影星有问题 就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当然关起来 关起来之后啊 军统就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救出来之后 关键在后面 救回重庆之后啊 这个戴笠呢 就把他送给 送不是送给 就是让他派到这个 陈果夫跟陈立夫的旁边啊 当秘书 那陈果夫陈立夫也很喜欢他 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密切的关系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那后来呢 这个戴笠后来死掉了 那这个像影星呢 基本上呢 他又成为这个毛人凤 毛人凤的这个 等于就是他的一个妻子 那可是呢 毛人凤认为呢 这个像影星啊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他过去啊 跟这个戴笠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所以始终怀疑他 后来据说他有一次感冒 得了感冒 得了感冒之后呢 这个毛人凤啊 就把他送到一个丰人院里面去 把他送到丰人院里面去 那他就莫名其妙在丰人院里面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好不容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